作為可能全世界沒有人未吃過的即食麵 即使來到美國監獄,都成為了囚犯之間的貨幣 即食麵到底是怎樣誕生的呢? 而作為即食麵的發明者,來自日本的日清食品公司 創辦人居然不是來自日本,而是來自台灣 傳說即食麵的靈感,居然是來自我們平日在酒樓都會吃到的衣麵 又是否真的? 從小到大聽過不少有關即食麵的傳言 又說它有臘,吃得多會黏著胃 究竟裡面是否真的有臘? 至於香港人平日吃的出前一丁 關於它怎樣煮才最好吃 有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煮法 我們今次一如來實測一下 不同煮法下的口感又有甚麼不同? 還有近年為何好像越來越少人吃它? 出前一丁麻油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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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pen is blue, my brain is you 今集排之事要說的就是它 日清和即食麵的故事 我們今日眼中的即食麵 是一種廉價快速的食品 想吃得健康不會選它 想吃得豐富更加沒有它份 但可能你不知道的是 它曾經都是一種平民世界的奢侈品 而講回即食麵之所以單身 就要靠你眼前見到這個男人 他的名字叫安藤白福 作為日清這間日本企業的創辦人 雖然它有日本名,有日直的身份 但它本身其實是一個華裔 如名叫做吳白福 吳白福很早就去了日本做事 而隨著意見落幕 當時作為戰敗國的日本 食物供應不足 窮人在黑市裏面要排隊排幾個小時 才可以買到一碗拉麵 他見到就想 啊,如果可以做到一碗快速煮熟 淋個熱水就吃到的拉麵就好了 有了這個idea的安藤白福 在1957年開始付諸實行 自己實驗製麵 但因為過往他完全沒有製麵的經驗 一直都是失敗 直到有日他見到他太太人子 在製天婦羅當時凌機一族 不如用油炸的方式去製作即食麵吧 然後經過一年的實驗之後 終於成功研發出今日的即食麵 還在1958年推出了日清第一款 亦都是全世界第一款的即食麵 雞湯拉麵 同一年正式將公司名改為日清 但說回頭 為何要用油炸 會不會很不健康 其實了解即食麵的起源 為何會變成這樣呢 就是想快點熟 麵就會經過油炸風乾 然後就可以減少水分 於是便達到 減少細菌滋潤的效果 Cathy是一位營養師 她的意思是油炸會令臉體減少水分 從而達到延長保質期的作用 而其實關於即食麵 經常都很多留言 其中一樣就是即食麵裏面有蠟 吃得多會被蠟黏著胃壁 可大可小 你看看食品的內容 即食麵是沒有蠟的成份 另外可能是因為油炸圓的樣子 因為已經瓊了油 所以比較乾 看起來好像有一股蠟 但其實是油炸的樣子 另外因為調味包裡面是高蠟 有些人就會混淆了蠟和蠟醬的蠟 或者是鹽粉蠟的同音字而混淆了 此蠟不同比蠟 大家又不用太擔心 但高蠟的確會影響健康 如果想吃即食麵吃得健康一點 那又可以怎樣呢 其實是鹽份比較高 所以大家吃的時候 如果不喝湯底的味道就算的話 我們吸收的蠟也不會很多 因為喝完那碗湯 蠟也有2000毫克 差不多是我們一日所需 很容易超飆了蠟的份量 最邪惡就是炒直食麵 因為炒直食麵一定要吸汁 還要吸收炒的油 而即食麵本身已經是用棕類油炸 如果剛好那間餐廳的用油質量不高 即是邪惡之中的邪惡 而講回即食麵的靈感來源 除了天婦羅之外 還有不少文章指出 即食麵很可能來自這款廣萬昌計士味麵 看回它的外包裝紙 而用廢水炮下 隨飲有益 即是用熱水炮完就吃得 聽下去的確跟現代即食麵相似 有沒有可能安藤百福吃過這款麵 再在這款麵裡找到靈感呢? 另外還有日本媒體說過 它的配方是在同鄉買回來的專利 不過真實性是怎麽就眾說紛紜 再追溯下去 有人還說即食麵的靈感 很可能來自衣麵 同樣都有很長的保質期 以及熱水即透即食的特色 你又覺得似不似呢? 但可以肯定的是 它在發明改善食品科技和推廣的地位 說回日清的雞湯拉麵 這款即食麵一出產時 並沒有像安藤當初那樣想 很快位及到當時的窮人 因為它一包的價格要價35日圓 是平日一碗麵的6倍價錢 當然到了這個年代 即食麵已經是平民價錢 甚至因為它便攜、保質期長 加上還可以分割的特性 在美國監獄成為了囚犯的貨幣 這件事應該連安藤本人都沒有想像過 而雞湯拉麵對於香港人來說 可能太過陌生了 但說到這款出錢一丁 就完全不同說法了 可以說在家裡吃到它 去茶餐吃到它 不過要加錢 而就連打邊爐 香港人都要下出錢一丁 如果平時會見到公仔麵的食法 就是自己煮的公仔麵 茶餐廳吃常餐會有公仔麵 炒公仔麵 這個是茶餐廳名物 還有小食譜的拌麵 打邊爐 大家吃到差不多都會叫麵 做美星的嘛 出錢一丁在1968年誕生 它的意思其實是外賣一碗 而大眾對出錢一丁最深印象的 可能就是這個青仔 以及青仔一家的廣告 是不少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出錢一丁麻油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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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錢一丁有多深入民心 同時已經唱出來 但你又知不知道 出錢一丁其實在日本的受歡迎程度 遠遠比不上香港 好像一年前居日港人YouTuber Made in Hong Kong 就作出挑戰要在日本超市找出錢一丁 還說找不到不回家 結果走了七間超市 都完全沒有它的蹤影 而其實由出錢一丁在香港 和日本的款式數量去比較 香港有這麼多款 但日本由頭到尾都是只有這一款 已經可以看得出同一個牌子 在這兩個地方的受歡迎程度 有著天淵之別 還有不少日本人來香港玩 會特地買幾包香港口味做手信 可以說是物理香貴的經典例子 但說到出錢一丁 不可以不提的就是它的煮法了 香港人對出錢一丁的做法很講究 好像漫畫家小黑 都試過將它的出錢一丁的煮法 畫在本書上 事前我們收集了大量觀眾的煮法 中間除了幾時放調味粉 過不過冷河 最大的分別就是 有一種人會水滾後才落麵 煮大約三分鐘就起鍋 另一種人就是冷水落麵 煮到水一滾,弄散一點麵 立即就起鍋 後者受到好多人推崇 說覺得麵條會彈牙一點 實際上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就找了同事來盲測一下 試的就是日版的出錢一丁 喂呀 下次安排兩隻碗 這個很軟 它的麵很脹勃勃 是我不喜歡吃的麵 這個是煮得短時間 因為吃得出 有種在這個熟魚不熟之間 我覺得這個有咬口一點 這個真的看上去和吃上去都是偏軟 好像不用咬已經會斷開那些麵 我想問大家平常吃的是冷水落麵 滾水落麵 冷水落麵的人是對公仔麵沒有要求的 但我想說好吃哪個是冷水落麵 冷水落麵的人是對公仔麵沒有要求 公仔麵沒有要求 看來大家都喜歡冷水落麵那一碗 但是不是這樣就代表冷水落麵會比滾水好呢 那又未必 我覺得不關冷水的事 因為煮麵的時候你要觀察著它 還未散掉 但你看到開始有少許分開 你就要攪散它 已經可以關火 等它剩下鍋水的熱力 弄到它淋多一點就已經可以吃了 所以我覺得分別不是冷水落麵還是滾水落麵 而是要看著麵什麼時候可以 口味這些東西好主觀 究竟哪種吃飯最好吃 每個人都有不同答案 反而好像杯麵這種連個爐都不用開 直接下熱水沖煮就沒有那麼多爭執了 但你又知不知道杯麵是怎樣誕生的呢 其實都是關日清關安藤百福的事 話說當時安藤想拓展海外市場 於是就來到美國當地考察 當它將麵的樣品分給美國人吃的時候 因為它們沒有用碗和筷子的習慣 反而是用杯和叉去試 就令安藤想到杯麵這個產品 但研發成功 行銷方面都要加把勁 因為當時一個杯麵的價錢 是普通即食麵的四倍 所以當時日清不單在超市買杯麵 還到處擺攤 同時設了兩萬部杯麵的販賣機 隨時提供熱水 放在年輕人大量聚集的行人露上面 希望用年輕人去打開杯麵市場 但講到它真正流行起來 原來與一宗脅持事件有關 1972年 左翼革命團體聯合赤軍 脅持了輕井澤淺間山莊管理人的太太做人資 史稱淺間山莊事件 事件發展長達10天 因為當時山區溫度只有-15度 由山下送上來的食物都凍結了 警方於是臨時給一些杯麵警察吃 由於事件得到各大電視台的全國直播 這一幕吃杯麵的畫面 一下子就被全國所有觀眾看見 最終令到杯麵銷量大增 無奈之後還在美國開始發售 而隨著時間 現在即食麵已經是在平常不過 加戶必備的食品 但曾經在香港處於霸主地位的出前一丁 已經沒有以前那麼輕香 你以前大學有沒有住過宿舍 宿舍在半夜拿到好東西的時候 一定會想吃宵夜 這個時候我已經發現大部份人 都是印尼露麵 然後韓國的辛辣麵 問我有沒有出前一丁 其實真的沒有 我看到近年吃公仔麵的變化 最好你看到那樣東西究竟有什麼不同了 就是看C-line的買法 平時超級市場最多是出前一丁 或者是香港品牌的公仔麵 但現在他們整個貨架大半 都是放在韓國不同牌子的麵 連我媽媽買公仔麵回家 都是買新辣麵 辣的麵 全部韓國牌子不會再買出前一丁 然後有一次我爸爸就說 想煮麵食 就問家裡為何全部只有韓國牌子 沒有哪一種公仔麵 然後我說你別那麼老套 現在不吃這些了 然後就說你吃韓國麵 雖然沒有真實的數字 但都可以聽得出 或者大家都還會吃出前一丁 但已經不會是大家的唯一選擇 但它製造的回憶 以及對香港飲食文化的影響 都是不可磨滅 而其實不止出前一丁 隨著外賣和冷藏食品越來越方便 可以選擇的都不止是即食麵本身 上次晚上肚餓在家製麵時 你是吃哪一副麵 或者說會不會已經很久沒有幫自己煮過一碗即食麵呢 在家製麵時 如果是不停的,你會不會有東西 在家製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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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製麵時